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被逼无奈,去投奔幼年的朋友汤和,加入了豪州郭子兴的起义军,并且呢,很快凭着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提升,还娶了郭子兴的一女为妻,成了家。 然而郭子兴呢,容不下朱元璋,最后逼得朱元璋没办法,只好从他那辞职。 在出发之前,朱元璋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,他把自己的部队啊,全都留给了郭子兴,只从中挑选了24个人。 郭子兴多少有点意外,但还是非常高兴的接受了,毕竟是占了便宜了嘛。 朱元璋的这个行动,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挑选公务员的工作,没有鄙视啊,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这个眼光。 不过朱元璋挑的确实非常的准确,看看这些人的名字,您就知道了,徐达,汤和,周德卿,等等等等。 这24个人,后来都成了明王朝的高级干部。 唐代的时候,有一个叫皇朝的人,在考试落榜之后,站在长安城的门前,惆怅之余啊,豪气同声。 他在那儿吟诗一首,就是非常有名的永局诗。 怎么说的呀? 戴德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时百花沙,冲天乡镇,透长安,满城近代黄金甲。 是不是说到这儿又有朋友听着耳熟了,没错,这个现在正演一个大片叫满城近代黄金甲,不过现在演的这个故事可跟皇朝没什么关系。 几年之后,这个皇朝啊,带着十万大军,打进了长安城。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?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朱元璋要带着人离开豪州吗? 这个时候,朱元璋站在豪州的城门前,看着自己身后的这24个人,他知道,迈出这第一步,他就将孤军奋战,或者兵败身死,或者开创法业。 朱元璋仰望天空,天还是那样的阴暗,这个时候,做出这样的选择,似乎并不是很吉利。 于是,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,也就是他投奔起军之前,这个周德兴给他出主意,算的那一挂。 他又想起了父母去世的时候,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,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,也是这样阴暗的天空。 什么都没有变,而变的只是他自己,现在什么都不能阻挡他,这里就是征程的开始。 离开了豪州之后,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。 对于他来说,拉壮丁现在已经是轻车熟路了,很快的,朱元璋就组织起了上千人的部队。 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张家宝有一支三千人的部队,现在是孤立无援,需要找个新老板。 于是,朱元璋就打起了这支部队的主意,他亲自来到张家宝,一看见寨主,那是大喜过望,哎呦,原来是你呀。 谁呀,这寨主他以前认识,原来还打过交道,而这个寨主对他也很恭敬,叫他朱公子。 两人见面之后,赵丽自然是要续续交情,哎,我认识谁,你认识不认识,哦哦,你说的是那谁呀,哎,认识认识,还是兄弟啊,呃,还有张三死了,李四病了,哎,等等等等吧,越说感情越好,就在一块吃饭。 在这个饭桌上,酒过三巡太过无味,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,呃,这个寨主啊, 既然你们现在是没有什么这个靠山,那就跟着我混算了,将来等混出了名堂,呃,我这公司也有你们的股份,怎么样啊? 这债主也是个明白人呀,马上就答应了。 朱元璋是非常的高兴,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了,这酒桌上的话,只能信一半,有的时候连一半都不到。 估计朱元璋啊,后来可能会想,哎呦,当时实在是应该签个合同。 为什么呢?因为三天之后,朱元璋的使者到了这个寨子里,寨主是热情的接待了他。 啊,来了,您快点请坐,别客气,您这趟来是干什么来了?啊,什么? 让我们跟您走啊?哎呦,这个我得考虑一下啊,什么?我已经答应过了。 什么时候啊?三天前?这好像没有吧?哎呦,这手下的,你们你们想想,当时有吗?是吧?没有啊。 哎呦,误会误会啊,您说的我们一定好好考虑,让朱公子别着急啊。 哎呦,什么?您要走啊?别走啊,再坐会儿啊。 哦,有事儿啊,那就不留您了啊,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,有空来玩儿啊。 嘿嘿,就这样,朱元璋被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回。 可是朱元璋岂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呀?他让部下去请寨主吃饭,特别交代,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。 寨主一听,有饭局啊,屁颠屁颠的就来了。 一到朱元璋的打赢,朱元璋就把他捆起来了。 这寨主没想到啊,饭没吃成,自个儿反倒成了粽子。 然后,朱元璋就以寨主的名义,传令山寨的人转移。 这么一来,这三千人就成了朱元璋的属下了。 朱元璋下一个目标是横剑山。 这个地方有两万军队,但是这却不是一支可以劝强的部队。 这个部队的主帅叫庙大亨。 您听见没有,从这个名字啊,就能听出他的身份来。 大亨嘛,特有钱。 原先啊,他跟随着援军围攻豪州,希望能顺便抢个劫。 不料想没攻下来,于是就带领着部队在这守着。 朱元璋带领了四千军队,对他发起了进攻。 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。 他很聪明的避开了白天,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力量发动了夜袭。 像廖大亨这种土包子,当然不是朱元璋的对手,他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。 于是,朱元璋的部队变成了两万四千人。 朱元璋对部队进行了改编,出人意料的是,他并没有说一些类似同生共死,有福共享之类的话。 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谴责,让他们反思,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,如此的没有战斗力,轻易的就投降了。 最后他说出了结论,因为这是一支没有纪律,没有训练的部队,要想成就事业,只有加强训练,建立严格的纪律。 嘿嘿,这一番话有理有结啊,大伙听了都很服气。 也就是在这一次之后啊,朱元璋的部队和其他的暴动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,在他的手中,终于有了一支精兵。 又过了没多久,有两兄弟从定远来投奔了朱元璋,这俩人呢,一个叫冯国庸,另一个叫冯国胜。 朱元璋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人才,就把他们都留下了,这个冯国胜就是后来的威震天下,横扫蒙古的冯胜。 怎么样,朱元璋是不是非常的有眼光。 元朝治政十三年,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三年,朱元璋决定攻击楚州,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军营,这是一个穿着书生装的中年人,相貌温文尔雅。 朱元璋开始的时候,并没有在意这个人,只是看他字写的好,于是就让他当了文书。 这人呢,倒也不在意,依然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 有一天呀,朱元璋在营房里讨伙,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,四方战斗,何时定乎。 什么意思呀? 就是说,这天天到处都打仗,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啊? 这个时候,有人在帐外应答,说秦朝乱时,汉高祖刘邦也是百姓出身,他豁达大度,知人善任,只用了五年就成就了帝王之业。 现在天下已经不是元朝的了,元帅,你的户口在豪州,离刘邦的老家不远呢,那么就算是没有王器所在,也多少能沾点边儿吧。 说到这儿,外边的这个人平顿了一下,然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两句话,什么话呀? 他说,只要元帅能向刘邦学习,按照他的行为去做,那天下就一定是你的。 哎呀,朱元璋一听大吃一惊啊,赶紧把这个人叫进了,一看,正是那个写字好的读书人。 他非常惊讶的看着眼前的这个读书人,哎,这人说的话对呀,他正是自己的事业的发展方向啊,那刘邦做得到的,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啊? 于是,朱元璋摆正了自己的措姿,向眼前的这个人来行礼。 这个人是谁呀?他就是明朝的开国第一功臣,李善长。 接着我们再来说除州,除州这个地方啊,地势显耀,宋朝的欧阳修曾经有过这个非常著名的罪翁平记,开头一句就是环除皆山也。 哈,有这样的议论,这个除州周围啊,全是山,地域非常的简要。 可见啊,这确实是一块一守南宫的要害之地。 但是除州的守军却远不像他这个地形这么难对付。 开战之初,朱元璋手下的勇将花云就率领着上千骑兵,以中央突破的战术直冲敌方阵地,于是援军就溃败了。 朱元璋手下,朱元璋率领着全军,一举攻占除州。 在占据了除州之后,朱元璋又迎来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人,分别是他的侄子朱文正,姐夫李珍和外甥李文忠。 请大伙儿千万要记住这几个名字,因为他们将来啊,都是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的主角。 这样看来,朱元璋出生的这个家乡啊,实在是人才多多呀,他招纳的谋士和将领,无论和哪个时代的人相比,都毫不逊色。 难怪有人感叹说,和安徽之多才也。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可以说手下是将强兵精,谋势如云,并且占据了除州这个尽可攻退可守的显耀之地。 他的眼界已经不是小小的豪州,也不是除州,而是全天下了。 这一年,朱元璋才26岁。 这个说书的人啊,都爱用一句话,叫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。 为什么说这一句啊? 咱们啊,说了朱元璋呢,再翻回头来说说郭子兴,就是朱元璋的那位岳父。 那么朱元璋的顺利发展,似乎并不能给他的岳父带来什么好运。 郭子兴这个时候正被整得够呛,用今天的话来说呢,就是被排挤了。 每次开会的时候总是四个批一个,这孙德牙呀,有好几次都想下手把这个郭子兴给除了。 但是想一想,朱元璋就在不远的除州,实在是不好善后啊,于是他就把郭子兴挤出了豪州城,让他下岗,自谋出路。 这个时候的郭子兴才明白了人生的艰难啊,他没有其他的选择,只能去投靠自己的女婿朱元璋了。 可他想想自己以前那样的对待人家,哎哟,现在他还能善待我吗? 到了除州之后,郭子兴的顾虑打消了,因为朱元璋不但不念旧恶,而且还把统帅的位置让给了他。 更让人吃惊的是,朱元璋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,他决定把自己属下的三万精兵的指挥权也让给郭子兴。 这统帅的位置也就罢了,毕竟是个虚的,但是兵权要是交出去,就真让人吃惊了。 郭子兴那是百感交集啊,他其实从来没有信任过他这个女婿,甚至还考虑过害他。 他也曾经问过朱元璋,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? 朱元璋特诚恳的说,如果没有您,也就没有我的今天,我不能忘记您的恩德。 郭子兴终于明白,自己错了,朱元璋是对的。 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原先企图谋杀朱元璋的人也对他是净黑万分,这中间就包括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。 由此啊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力量,从来不是靠暴力。 挑战这个准则的人,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当中淘汰,历来都是如此。 要说这郭子兴啊,来除州的时候也不是个光杆司令,也带了几万军队来。 结果呢,这除州的粮食就不够吃了。 于是朱元璋就去进攻河州,攻下来之后呢,自己就住在河州,把除州城让给了郭子兴。 而这个时候,豪州城中的孙德牙,由于兵多粮少,强行要求到河州混饭吃。 朱元璋正头疼呢,又来了另一个消息,说郭子兴得知孙德牙来了,也带了几万人来,要打孙德牙。 于是一个小小的河州城,一下子就挤了十几万军队。 而且两个队头正好碰上了,现在就打吧。 可是啊,打不起来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人太多了,河州只是一个小县城,一下子进了十几万人,这城里城外水泄不通,就好像今天咱们这个黄金州放假的时候那旅游景点一样。 别说打仗了,您想转个身都难了。 既然不能打,那就谈吧。 看来啊,孙德牙还是讲道理的。 他表示自己毕竟是外来的,还是自己走吧。 朱元璋当即为孙德牙去送行。 这个时候,孙德牙在城内,他的士兵在城外由朱元璋陪同。 但谁也没想到,还有一个人在蠢蠢欲动,那就是郭子兴。 郭子兴可是不讲道理的,他只记得孙德牙多次的羞辱过自己,也不管什么信义了,看到城里的孙德牙身边没什么兵,于是就命令手下人把孙德牙抓起来。 这一下可就把在城外的朱元璋给害了。 孙德牙的士兵听说主帅被抓,就认定是朱元璋指使的。 而这个时候,朱元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,场面是极其的紧张。 朱元璋一看势头不妙,拨马就往回走。 这些孙德牙的士兵早就有准备,撇索往朱元璋头上一套,下来吧您的。 孙德牙的士兵啊,把朱元璋给抓住了,就找这个郭子兴去谈判。 郭子兴这会儿正在一边喝酒,一边欣赏孙德牙的表情。 突然有消息说朱元璋被抓了,这一下他懵了。 孙德牙固然不想放,可是朱元璋也是不能少的。 于是郭子兴最后还是决定放人。 可是谁先放,这又成了问题。 这个时候徐达站出来了,他说愿意自己去交换朱元璋。 朱元璋回去之后,再放孙德牙。 孙德牙回来之后呢,再放徐达。 这简直都成了绕口令了,说是真麻烦。 总而言之吧,最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。 可是郭子兴临到手的敌人跑了,一时咽不下这口气,得了心病。 过了一个月之后,居然就死了。 可见呢,心胸不宽阔的人实在是不能做大事。 但是对朱元璋来说,郭子兴死了并不是个坏事。 朱元璋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。 现在没有了这个最后的障碍,朱元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事业了。 在这之后,他想要做什么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 位置 份预言 Есть 尤 Collins 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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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